嗨各位 我是金穿衣 各位新年快樂 上一季我在看犯人的泛澤先生的時候 裡面有出現一隻狗 呃 我猜大多數人都聽不出來啦 但這隻狗 他的生優勢 水賴齊 是的 你可能會吐槽 蛤 製作主是閒錢太多還怎樣 沒事幹嘛找水賴齊來配一隻狗 而且還只出現一兩集 嗯 事實上這種情況其實時不時就會冒出來一兩次啊 各位就把這當作一個驚喜客串 這些大咖今天就是來玩的 日本那邊有一個專有名詞 就是用來形容這種情況 せいゆのむだつかい 浪費生優 嗯 是好的意思啦 欸 那還有哪些動畫有出現這樣的客串 可能會有同學想問這個問題 別擔心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主題喔 OK 如果你喜歡這類聊生優相關的有序話題的節目 恆卿使用超級感謝之所闡述更多相關的內容 欸 下週就又有生優談啦 各位再耐心等一下 然後 如果你想找一個分享動漫愛好社群低心群緊穿你的大腦 也歡迎你加入喔 321 我們進入正題 秋葉名圖戰爭是一部女仆行走江湖的假職場真黑幫片 那座中肯定會有一堆女仆出來一下子就會去蘇州賣鴨蛋了嘛 而這些路人女仆裡面是真的混了不少大牌生優喔 第一話 這位主角群第一個 彈掉的對手集團的女仆她的CV就是 朱達彩奈 嘿 是的 刀劍的職業 暗昧的銅奶 無等份的二奶 以及時教的親警則等等 第四話 集團老大點名幾家店的女仆代表上台 然後又一槍砰掉了一個狐狸耳朵的女仆 這位的聲優是高巧琳 她應該也不用我介紹吧 Ready的艾蜜莉亞 空洞斯巴的惠惠 還有高牧同學的高牧 是本世代最有份量的聲優之一 但在這裡 兩句話另便當 除了以上兩位出來 本作還是有很多只來客串一下大牌聲優 不過這些人頂多就是戲份少而已 不算真的浪費吼 所以這邊就不特別展開來講了 無慘召集所有下嫌 然後 為了趕進度把他們都殺一殺 只給唯一剩下的花經院剩個BUFF 就去演動漫史上最賣作定這一段 這些一出場就領便當下嫌鬼 那個聲優可叫一個豪華啊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吼 首先 下嫌之六 神優是Ken 當時的著名角色又包含了遊戲王GX的 《遊城時代》 《境界的比方》主角《深淵秋人》 呃 這些現在的同學大概都沒聽過了 《淡 塞伯龐克 邊緣行者的大衛》 這你就不要跟我說你沒有聽過了吧 再來下嫌之四 聲優為以FATE文明天下的直田加奈 人家在裡面是配 S soaking that 順帶提夏嫌四 似乎是因為太可愛的關係而擁有擁柬的 神優式 激戰粉一定都知道的 寶智總一郎 鋼彈的 黃大和 天降之物的 智神 鷹井智宿 還有女神 義文綠5的 明智無郎 就是那個不知為何 老師演到這種很容易被人家討厭的角色 我現在仍然有幫助 再稍微 OK 最後 下賢之二 神優 南大典 網球王子的真田 炎炎消防隊的班茲隊長 不過個人比較有印象的應該是真三國無雙的魯素 總之就是一個典型的粗廣大書生 OK 接下來的這一個我覺得絕對是動漫史上最符合浪費聲優的情況 你們有一些人應該看過這個畫面對不對 這是來自2017年動畫《妖怪公寓》的優雅日常 在裡面有三隻會說話鳥鳥也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角色 只是每次都三隻連在一起很可愛啊 所以讓觀眾非常印象深刻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來 我們聽一下這三隻分別是誰配的 早安 早安睡了 鳥一 山田治河 英魂的银石 啾啾 喬瑟夫 喀怒的右衣 良公的阿虚 鳥二 子安五人 宜嘉略 鳥三 身穿智之 最終幻想的賽菲羅斯 遊戲王的城之內 啾啾的脊梁脊影 我說真的 你這輩子大概再也看不到這三位大佬中的大佬 在聲優表中被用數字123給標記了 而且這 這你聽不出來也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就連號稱初級聽力測驗的子安喔 在裡面也是這個樣子 除了聲優都是乖歪 我也無話可說 這三隻鳥因為實在太受歡迎 到可能比整部動畫都還要有名的程度 而是妖怪公寓的官方頻道 還特別出了他們三個在123話的戲份合集 目前累積了86萬次的觀看 三石琴乃是90年代最傳奇的女性聲優之一 美少女戰士 新世紀福音戰士 另外海賊王的蛇姬也是她 2018年MAPA的原創動畫 左赫偶像是傳奇請到了她來飾演座中的一個要角 山田妙 給MAPA看過左赫的朋友解釋一下 這是一部殭屍當偶像的動畫嗎 主角群一開始都是沒有醒的無腦殭屍 唯獨一個人 直到第二季的結尾喔 都還是維持這個狀態 就是妙 整部動畫MAPA就只會發出 跟一般殭屍一樣的嗷嗷嗷的聲音 但動畫還真給她這樣演下去了 三石琴乃是真的全程沒有講過一句人話 最好笑的是 人家戲份還不少喔 作中有好幾個關鍵時刻 甚至都是因為有妙才能化解危機的 重點是人家這樣還有辦法演一些需要放感情戲 就是那種不透過語言的情感傳遞 作品至今都還未揭露妙的聲勢 也沒有人知道她到底是誰 就真的 從頭到腳都是一個超級迷樣的存在 如果官方沒出這個外傳叫The First Zombie的話啦 來了 要說惡搞就死也不能繞過這一步 淫魂 如眾人所知 淫魂充滿了各種 蛤 你這樣不怕被急的超 我是說玩梗 也時常把惡搞對象的本尊也捲進去啊 但首先我們先講一個不是的 動畫第190多畫的地方 有一篇實在講萬事物三人組去跟一幫陰陽師比賽 其中一場星巴跟神勒要挑戰吃麵包賽跑 對 就是這種蔓延到運動畫很常出現的那個項目 可是 拜託 你以為在陰魂裡面能有這種福利嗎 星巴他們實際要挑戰的是吃麵包蟲賽跑 也就是這隻噁到吐的人面巨蟲有沒有 呃 那個反正你們聽一下聲音就對了 這高雅 秀氣 具有透明感的聲音正是來自能登麻梅子 知名角色有妖精尾巴 初代會長 地獄少女的炎魔愛還有Keroro君朝的魔雅喔 然後陰魂找他來配這種東西 後面星巴整個人嗆掉把蟲看成一個美少女 這大概才是劇組找來能登姐的主音啦 雖然身體還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悲劇 欸 你不要剝頭髮 不要讓我看到下半身 只不過這也讓他前面還是原本那張臉的時候 那個反差製造的殺傷力瞬間暴增了好幾倍 靠腰閉嘴 不要再講話 我受不了了 接著是動畫第230多話的連邦 連棚篇 呃 這個 這邊在講什麼不重要 反正這就是一個全程惡搞鋼彈還有星際大戰的章節 那你們可能會想說 惡搞嘛 尤打馬賽克就可以啦 可是動畫組竟然連聲優都找一樣的 主要有三位 第一位是飾演伊莉莎白本尊的江蓮 這個角色看外型就只好是超 自禁鋼彈的主角阿姆羅 聲音也直接請到了同一位聲優 鼓鼓撤 其他各位可能認識的角色還有海賈王的薩波 又或者柯南的安士透之類的 伊莉莎白的女友文子 外型怎麼看都像瘋伯二子 聲優是請到田中敦子 聲優是不一樣啦 不過田中大姐人家也確實是那個時代女王系生仙的第一把交椅 最後飾演米墮青的池田秀依呢 欸 你看這個頭盔 當然是超 當然是致敬 下芽 池田秀依她是海賈王的紅髮 也是女神異文露骨的大反派獅童正義 又是一個惡搞下芽角色 好的 最後我們看到的是寶可夢這個系列 寶可夢聲優一向很豪華 但大家比較少注意到的應該是負責寶可夢聲音的演員喔 例如夢幻系列最早期也最具神秘色彩的寶可夢之一 基本上她每次登場都會被算作一個驚喜彩蛋 而負責為夢幻現身的聲優呢 就是 就是三四紅衣 對 真的是三四紅衣 EVA的加持 周數迴戰 米格爾 還演過唐老鴨 神燈心靈 各位周星馳 威爾史密斯等明星做過好幾次日語吹涕 被譽為只要一個人就可以配玩整部作品 堪稱國寶級的男性神遊之一 其實三四紅衣有演過其他寶可夢像洛西亞還大蔥鴨之類的 不過夢幻這絕對是最不可能有人聽得出來 你找她也完全沒有必要 但還是請人家來錄個兩句的浪費聲優之教科書籍典範 寶可夢旅途出現的夢幻也是三四紅衣的配音啊 請各位再聽一次三四本來的聲音啊 這麼性感有慈性的嗓音跟夢幻是同一個人 你沒有辦法連起來嗎 但必須備註一下啦 寶可夢系列有兩位負責夢幻的聲優 一位是三四 另外一位則是蠟底小金裡面主要演小葵的心旅梨美 OK 那剩下還有幾個比較瑣碎但還是很有趣 案例我就一併講了 花則香菜 因為炎夜之亭的緣分而得以在你的名字 天氣之死有大約一到五分鐘的客串 先說靈牙之旅他也會出現 因何英雄傳說只為了配 CHECKMATE 這一句台詞而找來金家山正宗 他是Fate系列充爺還有P5新版的伊格爾 大亂鬥飾演Captain Falcon 以七龍珠的貝吉塔聞名的枯川亮為了面面的參戰影片 時隔二十年回來收錄新的聲音 然後那個聲音是 吃拉麵的稀蘇神 洛基隱喜小萊雷神索爾 克里斯漢斯沃本人 本人喔 眼罐子裡的一隻被變成青蛙的索爾 Throg 對這真的是克里斯漢斯沃 好的 以上就是宣布我能找到的5加5 共10個 的案例啊 哪一個讓你最驚訝歡迎留言分享 這是景川一頻道 2023年值得紀念的第一部影片 這一年我希望聲優系列還是能持續做下去啦 OK我是景川一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